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这里是苏州 它是文人默克笔下的江南水乡温婉灵动 千百年苏州文化至今一已生辉 究竟是怎样一座城 让人如此心生向往 今天我们走进江南水乡苏州 首先我们看看它在哪里 西暴太湖 北林长江 京杭大玉河扰城而过 自古南北京茂就往来不息 所有苏湖熟天下族的美余 虽然位于江苏省的最南端 却地处长三角经济带的核心区域 打着位于南京上海杭州的几何中心 先天的趣味优势已经奠定了它富裕的基础 其实在两千多年前 吴子虚便开始营造规划苏州城 称之为河驴大城 随着朝代的更迭苏州也数次一鸣 直到唐宋时期才真正成为苏州 也因此大家才能听到 吴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道客船的家具 除此之外 还被称为吴州 吴县 吴郡 平江府等 它也是一座双面城市 一面是现代摩登的高楼林立 一面是古典格局 凝聚出诗意江南和千年的东方美学 如果说临次致比的高楼是它的古 那江南水乡便是它的魂 那为何称其为水乡 整个苏州的水域面积 占据总面积的40%以上 拥有中国第三大淡水湖太湖70%以上的面积 还有阳城湖金桔湖等大小湖泊数十个 河流两万余条 绝对是江南地区的核心 也被誉为东方威尼斯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便是苏州古城 它大约相当于30多个故宫的大小 是中国第一座里城碑式的水城 您想要的小桥流水 园林亭阁在城内都能找到 它也是我国唯一护城河能通航的古城 我们走进城内分布在城东北的狮子林 卓正园平江路 想必您一定听说过 平江路是苏州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 规模最大的历史街区 也是苏州古城的缩影 小桥流水粉墙带瓦 是极其经典的江南水乡风貌 卓正园 中国四大名园之一 天下园林之母 共有唐楼亭轩31井 紧凑小巧的井质 更彰显了江南人文的精致 在桌正园旁还有一处宝藏 苏州博物馆 由华人建筑师被誉明亲自操刀设计 这也是我国第一座园林专题博物馆 一切温婉的古诗词放在这里 都显得格外恰当 制月 制简而不失精致的韵味 正是在这种人文环境之下 一种手法极其细腻的刺绣诞生了 它便是苏绣 中国四大绣之首 一件穿针引线的手工艺品 竟可以做出中国水墨化的一经 就像新华网用微博手机拍摄的这段城市宣传片一样 以苏绣记忆完美呈现了 古城与新城 传统与现代的香蕉绒 它也算是江南人文细腻的完美载体 苏州的文人制式也是冠绝江南 从古至今出过60位状元 为全国之罪 两院院士117位 占全国十分之一 再看如今的新苏州 它贡献了全省五分之一的GDP 工业产值超越上海 除直辖市与经济特区以外 苏州常年位居全国第一 它不同于塞外孤烟的荡气回肠 而是温文尔雅小巧精致的婉约 也是独属于苏州的气质 烟雨江南水墨孤苏